周永康落马遭立案调查 日前中国9个省份的17名律师 要求司法部撤销违法的律师年度考核和行政备案 有律师表示这些是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在位时制定的反法治反民主的黑政策 律师呼吁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必须铲除这个黑堡垒 7月28号北京维权律师程海发博文说 全中国9个省的17位律师 复议司法部要求撤销违法的律师年度考核和行政备案 今年7月22号申请书以邮寄送达司法部 但直到目前仍没有得到回应 他表示如司法部不给予支持 将诉讼或申请国务院裁决 四川律师冉同表示 今年以来他们一批律师先后向司法部 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复议书 要求司法部取消没有法律依据的 对律师们构成严重行政侵权的违法联检和备案 而所有试图用法律主持公益的维权律师 今年以来都成了当局严厉打击的对象 今年的律师联检中 很多律师因办理一些当局认为敏感的案件 没有通过年度考核 其中包括陈海 蔡英 谢阳 张传丽 蓝智学 董前勇等律师 这本来就是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 将篡党夺权 制定了一系列黑政策 对律师打压 违法反动政策 这司法部就是一个极致的贯彻走狗 就完全是反法制 反民主的那一套 任同表示 现在当局已经处理了周永康 并取消了大量的审批管制 如果想建立一个法制社会 必须彻底铲除周永康遗留的这一黑堡垒 北京委权律师陈海表示 律师年度考核和备案 是对律师的侮辱和歧视 是当局专门用来打压那些敢于主持正义 依法办案律师的违法黑政策 中国律师年减一直被舆论抨击存在严重贪腐 据报道 2011年广东深圳 有424家律师事务所 7398名律师 仅深圳一地 每年收费就高达1928万元 而这些费用的开支情况从来没有公开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